這個漁電風聲 我想讓去年我們一直不斷的努力 雖然整個很多公社會 但是我們都有進步 因為我們的貴人 對這個土地有不一樣的感情 所以大家會怕 如果他們感到鬆懈的時候 市市政府就不照顧他們 就不理他們 所以才不斷的不斷的去做這些所謂的澄清 然後看他們的工作 不同地方的人 他們知道什麼 哪一些地方才適合去推綠能 明明大哥們一直都在講 我們沒有反對綠能政策 我們可以幫助你去指認一些合適的地方 但是你要給我們機會 請納入民眾參與的一個討論的基礎 他梳理的太陽能板 在之後落入我們的部隊裡面 要怎麼處理 你市場經營料 你就割奪在地漁漁四成的工作須位 包括他的五成的收入 你說要有四成的重點 還要增加七成的產能 在我們來講 我養了三十幾年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你改變既有的物種 地方的環境 地方最清楚 所以基本上在我們生態環境影響評估 還有經營模式的可行性評估 這個對於在整個漁店工生的 申請計畫裡面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今天做的決議就是說 希望中央跟地方在未來兩個月 要擬定一個辦法 也就是如何納入到我們 所有相關業者如果要申請魚店工生的一個 申請計畫裡面要把它納入這兩個重點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納入到地方的意見 就不會有所謂的七股漁民 尤其七股是非常特殊的一個地方 它有養殖專區 又有七股生態保護區 所以這麼特別的地方 難怪所有的七股的漁民會這麼的反彈 所以如果未來納入了這兩個部分 可能一些增益就會減少